来看到今天重要的中国新闻 自传甘孜·卢霍、瑟达两地 周一以来相继发生中共军警 枪杀示威藏民事件 大批藏人被抓 许多消息指出 官方正在加强当地的军力部署 卢霍和瑟达两通讯还有网络 目前遭到封锁并拒绝媒体进入 当地的情况可说是与外界断绝 有网友近日在微博上发图片 显示大量武警车辆 从成都向亚安方向行驶 网友表示 位于四川亚安市和甘孜州交界的 厄兰山隧道 至少进去一个湿的兵力 记者周五拨通亚安天泉县东莞站电话 现场不断传出警笛的声音 可以过可以过 警察经过每一个车子他都会检查吗 警察只有没警队 每个车子全部检查 这个没必要跟你说 现在去藏区的还很多人吗 不必回答你 另有网友爆料 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26号亲自作证甘孜康定 指挥镇压行动 不过该讯息目前尚未获得证实 据维群网站中国茉莉花革命披露 这个月自16号到24号 至少有12个藏人遭中共军警打死 西藏拉萨目前街头也可见军警巡逻 中共25号已公开证实军警在卢霍县枪杀藏人事件 诞称是自卫 据美联社报导在卢霍县遭警方开枪受伤的30名藏人 周二躲进色达一间寺庙 遭军人包围 法新社则说 甘孜卢色达两地已经遭封锁 记者在前往卢霍的路上遭警方拦截 当地网路和电话已被切断 本台记者27号尝试拨打两地电话 均无法接通 遭围困的藏人 目前生死不明 新唐人记者熊斌高炳采访报道